他也是叫神經拔骨 對對對 那老師 後來有人講神經拔骨 是不是 神經這個神好像是大陸的字 也念稱 也念稱 對 稱才對啊 因為稱跟拔是一個 怎麼講 稱跟拔是一個主動的力量 是一個主動的力量 現在很多人講神經拔骨 所以他們很多的動作都是伸展經骨 那拔骨的定義是什麼 稱金就拔骨啊 稱金就拔骨嘛 因為老師以前有講過拔骨稱金 對啊 他沒有一個先後或者是 稱金 你稱金 比方講我們講 你能夠做的就是關節的上下 是不是這樣子 他最需要稱啊 他的稱拔 就讓關節開開開開開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能做到稱金 你就做已經做到拔骨了 你要拔骨 你怎麼拔 骨是不會動的啊 你要怎麼拔 用金拔啊 你用金在拔骨就變成稱稱稱金嘛 是不是 他是一件事情 跟我們講的寒胸拔骨 拔背 他是同樣一件事啊 因為你寒胸了背就起來了 就是這樣子 他不是兩 他不是兩件事嗎 很好啊 比例是一樣的 比例是有那個 對 對 他就是一個圓 圓嘛 他就是一個圓嘛 一個圓 你這邊越沉下去 後面那個半圓就越上 上來嘛 曉得嗎 所以寒胸拔背是一件事情 對 比例是真的一樣的 對 那為什麼叫拔 就真的是拔 就真的是拔 就往上的嘛 往上叫拔嘛 不是往後嘛 對啊 我們可以在那個 他腳在那個門檻上 就腳跟在後面 對啊 要不懂 所以很多東西你明白了以後啊 他是 古人都是在講同樣 同樣一件事情 你看